歡迎收看10月4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楊子萱 新聞一開始首先帶您來看到 受到颱風的影響 花蓮北上鐵公路中段成為孤島 經過工程單位來搶修 台鐵終於在4號的清晨5點45分 來正式恢復通車 而蘇花公路河仁道崇德路段 也從4號開始解除夜間封路 恢復原施工管制的時間開放通行 清晨5點45分 花蓮看望樹林的太魯閣自強號 如期發車 北回線恢復通車 不少旅客可是一早 就趕到花蓮火車站 趕搭這班列車 終於可以回家了 台北 本來趕上什麼時候要上去 就是今天 今天 擔戶了4天 今天早上我打電話 打電話到這邊確認一下 確認一下就趕快坐第一班車 那終於通車可以回家了 山屯颱風來襲 北回線56公里處 因為土石流掩埋 花蓮對外交通中斷 經過台鐵公務 到班公的日夜搶修 前一天更是連續貿雨工作 6個小時深夜搶通 4號清晨5點45分順利通車 也讓花蓮台北間的交通 再度恢復順暢 另外蘇花公路台九縣 河仁崇德路段 4號7點開始解除夜間封路 恢復原施工管制時段 每天上午10點 中午12點下午3點開放通行 夜間假日不管制